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最新的民调显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三个关键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 领先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这标志着在距离选举仅剩三个月时 民主党势头的戏剧性逆转 随着拜登退出竞选 哈里斯接过了民主党的旗帜 他的竞选搭档是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民调显示 选民对哈里斯的智慧 诚实和治理能力的看法 由于特朗普 这将进一步提振民主党的士气 尤其是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活动中 然而 特朗普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的信心仍然领先 这些问题依然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 民主党仍需努力传达哈里斯对国家的愿景 特别是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卡玛拉·哈里斯的势头 他如何在摇摆州领先特朗普 距离2024年总统大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一项新民调显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三个关键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 宾西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 领先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这是自现任总统乔 拜登退出竞选 并支持哈里斯以来民主党在选战中的一个戏剧性转变 根据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的调查 哈里斯在这些州的支持率为50% 而特朗普为46% 这些数据来自每个州近2000名可能的选民 其中调查时间为8月5日至9日 在此期间 哈里斯还宣布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一宣布显然对选民产生了积极影响 特别是在民主党的选民基础中 拜登的退出与哈里斯的崛起 乔·拜登的退出竞选 无疑为哈里斯的参选铺平了道路 对于81岁拜登的认知健康 和能否胜任第二任期的担忧 使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而是转而支持哈里斯 此前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要么与特朗普持平 要么略微落后 这使得哈里斯的参选更具关键性 根据受访的选民 哈里斯被认为比特朗普更聪明 更诚实 更适合治理国家 这些结果极大的提振了民主党的士气 特别是在哈里斯和沃尔兹 共同竞选的第一周内 他们在全国各地奔波 举行一系列可能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活动 周六 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集会上 民主党支持者更是热情高涨 选民的态度转变 这些新民调结果显示 60%的受访独立选民 对哈里斯的总统候选人选表示满意 而五月份这一比例仅为45% 这一转变主要是由选民对哈里斯的看法演变所驱动 他在竞选活动中的积极态度 和面向未来的演讲受到了广泛赞扬 在宾夕法尼亚州 拜登四年前以超过8万票的优势击败了特朗普 根据纽约时报西耶纳学院的民调 哈里斯的好感度在登记选民中自上月以来上升了10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表明 如果民主党要重新夺回白宫 哈里斯需要在威斯康星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这些关键战场州取得胜利 特朗普的反应 哈里斯的势头显然使特朗普感到不安 最近的几次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的语气充满了愤怒 和对哈里斯势头迅速转变的不信 他的竞选搭档JD万斯 也未能为他带来更多的选票支持 根据新民调 大多数独立选民 民主党人和登记共和党人 对万斯持不利或不热情的看法 特朗普在处理经济和移民问题上的领先仍然存在 这是选民关注的三个主要问题中的两个 然而 哈里斯在堕胎问题上 比特朗普有24个百分点的优势 这使民主党 希望这一问题能帮助在亚利桑那州 和威斯康星州等关键摇摆州动员选民 此外 哈里斯在民主问题上 也被认为比特朗普更有利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他仍面临 与其涉嫌颠覆2020年选举结果 和1月6日华盛顿暴动有关的指控的背景下 沃尔兹的影响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的蒂姆 沃尔兹也在选民中获得了积极的反响 沃尔兹曾是高中教师 后来成为明尼苏达州州长 这种从教育界转向政界的背景 使他获得了一些选民的共鸣 尽管沃尔兹在两周前 几乎没有全国知名度 但他迅速成为焦点 特别是因为他持言不讳的媒体采访 和和蔼可亲的举止 根据民调 沃尔兹在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 为36%与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而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相同 然而 只有27%的受访者 对沃尔兹持负面评价 而对万斯持负面评价的选民 则有46% 尽管如此 哈里斯和沃尔兹组合的支持率 持续上升 这使得他们的竞选活动更加有利 未来的挑战 虽然这些民调结果 对哈里斯和民主党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选举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测 哈里斯在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 略低于特朗普 这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和边境安全问题 仍然对一些选民有吸引力 此外 哈里斯需要继续努力传达他对国家的愿景 根据民调 60%的登记选民认为 特朗普对国家有明确的愿景 而只有53%的人在被问及哈里斯时 是相同看法 这表明 哈里斯需要在未来的几个月中 更加明确他的政策主张 以吸引更多的选民支持 结语 总的来说 卡马拉 哈里斯在三个关键摇摆州的领先 给民主党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的参选和拜登的支持 无疑改变了今年总统选举的基本格局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竞选活动 将继续努力 能够转化未选票 然而 这场选战还远未结束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 显然对哈里斯的势头感到震惊 但他们也将尽一切努力来挽回局势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 所有人都将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次民调显示 卡玛拉·哈里斯在摇摆州领先特朗普 这可是民主党的重大利好消息啊 你看看这些数据 大家都说哈里斯比特朗普更聪明 更诚实 这不就证明了大家对他的信任吗 哈里斯的领先代表了选民们对他治理国家的信心 这些民调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些可是来自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的严肃调查 哈哈 楚天书 民调这东西你也信 还记得2016年吗 当时所有的民调都说希拉里会赢 结果呢 特朗普不仅赢了 而且还赢得漂漂亮亮 再说了 这次哈里斯领先的百分点都在误差范围内 这可不代表什么实质性的优势 你看看特朗普 他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的信任度依然高出哈里斯 这才是选民真正关心的问题 谢琪琪 你也太小看哈里斯了吧 你知道哈里斯这次选择了谁做竞选搭档吗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一个从高中教师转型的政治家 他可是有着亲民的形象和直言不讳的态度 这样的搭档能吸引中西部的选民 这可不是特朗普能随便比的 还有啊 哈里斯在堕胎问题上的领先优势达到了24个百分点 这对于那些关心女性权利的选民来说 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哈哈 蒂姆·沃尔兹 那个被嘲笑为怪异的人 这能有什么用 选民可不是光看形象的 他们要的是实际的政策 特朗普在经济上的优势可是明显的 根据最近的民调 他在经济处理方面 比哈里斯领先了9个百分点 再说了 特朗普的集会人数可是有目共睹的 他吸引的支持者可是实打实的 你知道吗 特朗普甚至说他在1月6日吸引的人群比马丁路德金还多 这种号召力可不是随便谁都有的 哦拜托 谢奇奇特朗普的号召力 他不过是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来骗取关注罢了 再说那些集会 多数都是来看热闹的 支持率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表面现象 你看看民调 独立选民中有60%表示对哈里斯满意 这比5月份多了整整15个百分点 这可不是小数目 再说了 你提到1月6日 那可是特朗普煽动暴力的证据 他面临的法律问题可不少 这可不会让选民放心啊 楚天说 你说哈里斯领先 我可笑得肚子疼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是光看热闹 他们是真心实意的支持 你说独立选民中有60%对哈里斯满意 那我告诉你 这些人中有多少是暂时满意的 选举还有三个月 这可是很漫长的时间 再说了 哈里斯在总统辩论中的表现怎么样 特朗普可是辩论场上的老手 他会让哈里斯原形毕露 让选民看清他的真面目 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